相声是一门传统艺术 既然是传统 讲究的就是传承 第三届飞宜相声大会 已经完成了全部四天的表演 从节目现场来看 应该说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今年的演出形式和往年有所不同 最大的区别是 露天演出多了不少 这也是秉承了演员下基层的优秀传统 这一届相声飞宜大会 可以说主流相声界能够来的人都来了 这其中不乏有像江坤 冯拱 李金斗 戴志诚 这样的老一辈的相声艺人 也有苗妇 王生 李丁 金飞 陈希 这样的新生代的相声从业者 单从年龄结构上来看 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搭配 让阵容显得更加协调 这也是代表了相声的传承 从现场的观众也可以看得出来 四天的表演时间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坐无虚席 毕竟参加演出的相声演员 很多都是参加多届央视春晚的演员 能够在家门口看到这些明星大腕 观众们自然是高兴的 但是 非一相声演出一直以来都饱胜争议 原因很简单 到底有多少观众关注这场演出 演出中的质量如何 演出结束之后 真的会有新的观众喜欢上这门艺术吗 而且相声本身的区域性很强 即使是郭德纲的相声 很多包袱南方的朋友竟然听不懂笑点在哪里 要知道 郭德纲可是一直秉承雅俗共赏的原则 他演绎作品的语言是最口语化的 即使这样还有如此大的隔阂 更何况这些差距更大的老艺术家们呢 面对满满的非议 相声演员们依旧在卖力地演出 而72岁的刘红仪在舞台上的悍然一衰 可谓主流相声演员最后的颜面 非议相声演出的第三天 刘红仪和王文林传底演出学评书 经过改编的传统相声段子 加入了新鲜的包袱 保留了经典的味道 科普了单口相声和评书的区别 正活是刘红仪模仿说评书的桥段 在细节里找包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70多岁的刘红仪该摔的时候是真摔 把搭档王文林吓了一跳 结结实实把自己摔在地板上 包袱想了还得同样70多岁的王文林去服 观众一边笑 一边为之感动 可见老一辈的相声艺人对相声还是相当尊重的 尽量把相声作品的精髓演绎出来 而不是浑水摸鱼般的完成演出任务 参加演出还有一个说法是完成任务 比如一个月演出任务是20场 完成了就有工资有奖金 没有完成只能拿个基本工资 为什么主流相声演员的演出效果不佳 除了本身实力的原因之外 这种安排设计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演员演出的积极性没了 所谓的演出只是拿到工资奖金 完成任务的手段罢了 正因为如此 这才有了郭德纲讽刺的相声演员的节目 很简单到什么地方就唱我的家乡 比如这次在福田举行 那么就该唱福田啊福田我的家乡 刘红仪的这一摔其实是好事 让观众看到了老一位艺人 对毕生从事事业的尊重 这一摔也为飞移相声大会最圆满的句号 感谢观看